我刚刚讲,C-LONG就是把它转换成整数 也是四手雾 结果会看到四手雾,至少要放大一下 选一下这边 再把它改12 最后做完毕之后,我当然会希望说 可以让它在这边增加一个按钮 按钮的部分的话,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插入图案 也是一样给它一个圆角举行 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 这边字的部分也是一样编辑它的文字 那这里比如说 给它一个叫做保费计算 OK,那里面的话文字部分就是在把这个文字 看要不要把它自中 所以常用里面有一个自中,垂直跟水平的自中 好,那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呢 要呼叫表单出来 那怎么呼叫呢 前面有讲过嘛,就是说 在这边要必须 在 开放里面呢 Visual Basic里面 我必须要写一行程式 所以写程式部分的话呢 建议是在这边再增加一个模组 模组 那这边就Module 1 那你就可以给它一个Sub Sub比如说叫做保费计算 Enter 那怎么让它秀出来呢 就跟前面一样 Home.show 这样就好了 它就秀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 增加这个模组里面的这个具体 跟表这个上面的这个按钮 把它按右键 把它选起来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按下去 就跳出来 就成功了 对不对 那一样你看需不需不需要在 启动的时候呢 就 开启这个表单 如果有需要 请你在那个Workbook里面的Open 输入那个 这个指令 就是刚刚那行程式 那当然也是一样我希望呢 填完之后呢 请你在底下这边 再 填入我要的资料 所以呢这边已经有一个 纵向的标题 对不对 干脆我在这里底下 按右键复制 那复制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本来纵向改横向 会不会 右键 选择性贴上 这知道怎么 换方向吗 转制就好了 转制就是 转方向 按确定 就转方向 这一招 该 蛮常用的 很多人问啦 不过就是 蛮常用 因为你不可能说你重新再 copy贴唱 那如果标题多的话 你不可能就